超级跑车 风驰电车的速度感 让很多人着迷 当前全球最快的跑车 就是这款法国著名的品牌 VocatiVoyant 一千匹马力 急速431公里 这个速度快过高铁 甚至还快过喷射机 欢迎你收看中心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超级跑车Supercar 是很多男士的梦想 它必须要具备几个特色 性能强大 速度飞快 流线拉风的外形 当然还有售价 一步动辄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唯有昂贵 才能够确保它的高度稀有 而这种象征品味的富豪玩具 长期以来 它的主力市场是在北美 但是这几年 中国大陆的富二代 官二代 对超跑的着迷和消费力 激起直追 5月底在上海的F1赛场 举行了一场超跑嘉年华 想要加入这个俱乐部呢 你的跑车 至少必须要价值超过台币 750万元以上 结果当时 吸引了600辆的超跑的跑车 车主们各个带着香车美人 前来聚会 最多上车辆排排站 可别小看这些车 仔细一点看 它们可不是一般的房车 各个都是身价不菲的 顶级超跑 大陆富豪展现财富力的象征之一 就是购买超级跑车 因此包含了北京 上海 浙江 杭州 重庆等各地富豪们 都把自己的跑车 齐聚上海F1赛事上 举办了一场超跑嘉年华 这场号称全中国规模 最大的超跑盛会 共有600多辆超跑参与 总价值超过50亿人民币 也就是台币250亿 对于那些车主而言 有超跑不稀奇 要就要有最独一无二的 在国内是5辆 就有2台 这个在中国大陆 应该不超过3台 他是来自河南郑州的斯南 今年只有31岁 玩超跑却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 谈起跑车 头头是道 430ISC是代表它 是更轻量化的赛道版 全车身讲了很多 碳纤维的这种改装件 让它的车身的构造更轻 它可以让你听一下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原厂就是这么大 它的出气量非常的高 大陆的超跑车主 不同于国外以汽车品牌为区分 而是以地区为划分 规模最大的就是SCC 北京超跑俱乐部 拥有一千位以上的超跑车主 要进入这个流入的限制吗 车型的标准要求就是911以上 保时捷911 在中国大陆这边售价在150万左右 也就是说至少得拥有750万台币的车 才有资格挤进这富豪圈 而思南在超跑俱乐部中 已经算年龄偏大的了 戴个棒球帽看起来很稚嫩 瑶瑶今年才23岁 但他已经换了他人生中第五步超跑了 我玩从19岁就开始玩跑车了 品牌有法拉利玩过了 速度有GTL玩过了 游艇家里也有 只不过就很麻烦 要出一趟海 要准备这个准备那个 很麻烦不像车就随时 依照大陆现有的超跑俱乐部会员资料 七年级生占了70% 六年级生约29% 五年级生只有1% 其中富二代官二代占了绝大多数 每个人都在说富二代或怎么样 那每个人其实每天都在工作 都在拼命努力生活 还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可以当上富二代 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 我的社会贡献比较大 因为我在美国买这个车的话 价格要便宜一半 我在中国买有一半的钱 就交给国家纳税了 我能交这么多税 我觉得是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的 富二代有钱有的理直气壮 买了跑车在市区道路跑不过瘾 大手笔砸下一天上百万租金 在F1赛道上体验急速快感 身旁的女伴 各个都是香奈儿小姐 超跑对于这些车主而言 是玩具也是他们的交际方式 帖子 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